大家好,我是平柯,我現在在清水寺的周邊 今年本來想說沒有時間的過來京都賞工了 不過還是硬是給他擠出了一點時間 今天就衝來京都這邊想要拍攝清水寺的紅葉 還有已經整修完全公開的清水舞台 總之呢就帶大家看看現在清水寺的樣子 那我們就出發吧 我是從京都車站出來之後搭乘公車然後到五條板下車 走路還要走大概十分鐘吧 清水寺現在就在眼前了 那我爬了一點坡之後 終於來到了清水寺的應該是正門吧 這裡是人王門 那現在現場非常多人 還蠻多那種休學旅行的那種國中生啊 那我們就一起上去看看吧 這部影片會帶大家從黃昏看到網上 這個人王門呢據說是為了防止大家從清水舞台上看到京都寓所而建造的 我現在爬到人王門的這個高度往下眺望 這個景色就已經很美了 大家有看到遠方的京都塔嗎 超美的 在還沒有買泡之前就先在這個右邊的區域被卡住 這邊的楓葉好美喔 超繽紛的 現在的紅葉真的正式觀賞期 這個應該就是清水寺住民的三重塔 好像有人說這個三重塔是日本規模最大 現在真的到處都超美的 我還沒有買門票就已經拍到很旺了 那我現在終於要去排買門票的隊伍了 好我買到入場門票了 這個門票設計超美的 而且一個人竟然只要400日圓 我覺得好佛心啊 現在境內真的是充滿著紅橙黃綠等各種不同的顏色 而且今天的雲彩很斑斓 讓整個畫面非常的活潑 現在眼前呢就是清水寺的本堂 就會有去年剛整修完成的清水舞台 真的每一個角落都是一個風景耶 低角度的陽光不僅讓天空染上溫暖的橘黃色 更讓楓葉越加顯得紅葉 大家有沒有看到那邊有很多人在對著我們這邊拍照 他們都是想要拍到清水舞台跟紅葉的景觀 據說清水舞台距離底下的地面共有13公尺 那穿過清水舞台呢就會提達這個眾名的結緣神社 地主神社就在這裏 大家有看到他們腳下的這個石頭嗎 相傳你只要閉著眼睛 能夠走到對面的石頭的話 你就能夠得到良緣 真的是這些小朋友 這些小朋友的一個休學旅行的重點活動吧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一直被鬧 大家之後有來的話也可以試試看喔 不過以前的話 因為人總是很多 其實還蠻難的 那現在已經黃昏時刻了 我想要過去前面那個地方拍攝清水舞台與夕陽的景象 在下午4點多到4點半澳致院前拍攝清水舞台的遊客是拍完就會走的狀況 在那之後就開始慢慢有卡位的日落的情形 我來看我了 我來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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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在一起 我來看你 我來看你 趁着太阳还没有完全细下 先到这边来看一下红圈 哇,这边真的是火红的首海 我对左边这个饮食的设施有印象 我有一次来京都出差就是在这边吃饭 眼前的这个是英语库库 座位在刚刚拍照的奥志愿下方 传说只要喝这里的水 就能实现学业AI健康等愿望 至于哪一股负责买的项目 和日本的网络上有众多说法 总之,清晨隔离啰 中文字幕提供 下午看人点的时候 我又回到了奥志愿前等待日落 这时候站在前面的人都不会再出来了 人也只会越来越多 那因为太阳已经熄下了 目前这边是聚集越来越多的人 想要等待点灯 在这边的旅行 在这边的旅行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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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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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